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学之前的晚上,很久都没有试过,分不上教 因为又兴奋,又紧张,又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阿sir骂 因为他出了名字兇 当时就觉得自己离开了学校这么多年 出来社会工作这么多年,在娱乐行业做了这么多年 重新去学习,去学习的情况会是怎样的呢 阿sir依然是很亲切的笑容 Mr.Olivia也是很妈妈的一个 当时的感觉是很轻松的 但到了我开始跟其他同学生一起做工作的时候 我感受到一种,入了行十二十三年 都没有感受过他一种纯粹 那种纯粹是来自于对艺术的追求 或者是对他们两位的艺术修养 或者他们的艺术能量,那种渴求 每一个学生都用他们最集中的精神 用他们最渴切的眼神去看着阿sir,看着Olivia 去听他们每一句的教会 我觉得在这两位老师身上 你学到的不单止是一些演戏的技巧 更多的是在舞台上生活的能力 比如我们上次的大师班 我们有来自广告界的朋友 有做投资的同学 有电视艺员 有本身演艺科班出身的 还有我这些半老出家的 当大家在那么多个不同的范畴 因为他们两位老师 而坐在这个地方去学习的时候 你感受到大家的那种不同的能力之余 你会开始感受到大家互相传递的那种 因为大家的成长背景 或者大家的文化收入不同的那种能量 我坐在那里我就觉得 譬如说我们那一期有一个做广告的男生 他比较内向一点 他有时看我们也不敢静眼看 当他在做一些阿sir或者Messie 布置给他们的功课或者表演的时候 我们在看的时候 我会不断反省自己 究竟你要做 你会怎样做 你做不做得来 而从而我觉得 这个大师班 其实好像一块镜 他让你清清楚楚地看到 你自己在 你的人生里面 不是纯粹做戏 我个人来说 我不是很同意 这个大师班 纯粹只是一个演艺的课程 这是一个人生的课程 就算你上完大师班 你不是投身演艺的课程 你在大师班里面 学到的关于演戏 关于了解你自己的内在 关于观察别人的观察力 你在每一个空间里面的洞察力 这些都会令到你在各项各语里面 得到很大的发展 所以当时觉得 由第一天去上堂 就已经觉得 哇 很厉害